英伟达CFO完成收购阿尔摩的承诺不会改变 极为网消息 英伟达CFOQS周三表示 尽管全球多个政府组织对该交易进行了调查 并对其提出了疑问 QS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讨论英伟达的第三季度业绩 他说尽管美国中国和阿尔摩的本国英国的监管机构 都对这笔交易表达了担忧 担忧的内容从有碍市场竞争 到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等各方面 但英伟达仍坚持齐尼的400亿美元收购 收购阿尔摩对行业和客户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QS说英伟达于2020年9月首次宣布收购阿尔摩的计划 然而自那之后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中国监管机构 对该交易对芯片行业竞争的影响提出了质疑 英国监管机构也表示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他们对这项交易表示担忧 更大的问题是利谱挽足中国 美国和英国三方的要求 美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还有英国的共同目标看来 适合中国以及半导体行业 争取自主权的目标正好相反的 外都市跟西施麦夫布埃森说 星期二英国官员证实 他们已经启动了 关于国家安全和反垄断问题的第二阶段调查 这项最新调查预计将持续24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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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疯会打赏来误会订阅 订阅 订阅 现彻感情要超并伤的